今天2023年2月20日 兩天之後2月22日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就發表新一份的財政預算案 政黨就要求派消費券 陳茂波很明顯都是催定淡風 強調過去幾年香港累積的赤字都已經相當巨大 很明顯都是要降低期望 就未必會派消費券 就算政府每人派5千元的消費券 都是在說幾百億 我相信很多人都會覺得 無論如何都會好過所謂賭錢落海 如果賭的還在說幾千億 社會上過去一直就對派錢、派消費券 有些人都有保留的、有反對的 覺得是不是這樣應該用一些公帑 近幾年其實看法都有點轉變 接受是多了的 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 就是派了一些錢 所謂的錢落市民的袋 就好過錢落了海、填海 包括還有很多其他的軟軟旺旺旺的錢 五千八百億是天文數字 如果是說派幾百億 就真的是十分一左右 為什麼說五千八百億呢 是因為最近這個真是天文數字 因為最近這個政府提上這個立法會 那個交易州的人工島的填海 填海這個造地的造價的最新估算 原本都是五千億 那你現在猜猜一下 就猜了五千八百億出來 然後政府所謂開展的那個諮詢 就之前也有些環保團體就說三毛 沒有主動公佈 沒有主動諮詢公眾 沒有公信力三毛 當時部分的環團就杯葛政府一個簡介會 發展局就立刻有個強硬的回應 就叫他們實事求是 不要只是顧著這個挑剔 那些參與的形式安排 就說這些是一些失實的批評這樣說一下 填海問題繼續發酵的 其實日前本土研究社和綠色和平聯合 做了一個形容為地毯式的研究 地毯式的意思就是看全球全世界 超過一千公頃以上的填海工程 看看他們搞成怎樣 發覺爛尾的率最終做不成的 百分之七十七 就是超過了四分之三 叫停下 77%叫停下 接著發展局就發炮 不是回應一些具體的 就罵這個報告 就說是一些危言耸聽的 歪論 阻礙香港的發展 今天前天文台台長 林超英也開康 就說發展局這樣的回應才是立場先行 就不聽意見 抹黑一些關心香港長遠發展 忠言逆議的團體 反映政府高高在上為我獨尊的那種態度 發展局就說這個報告 就是這個研究全球填海計劃的報告 就說他們放大了有問題的項目 就不考慮香港成功的例子 就沒有就到項目具體提出具體的意見 這樣說 就說希望他們做一些理性討論 這樣說 發展局這樣說 其實都是這樣說 我想都是承認一下 其實是有些有問題的項目 不過他意思就是說 就是不要大家聚焦了在一些有問題的那些 看一些成功的那些 當然填海問題是一個很複雜的一些技術性的問題 但是也有一些很基本的概念原則 一就是填海破壞了大自然的生態 我想這個是無可爭議下 原本是海變了陸地 那和全球那個保護海洋的大趨勢 以至於國家 國家都是說保護環境 講這個生態文明 實際上都是有矛盾 土地當然對每個地方的發展 改善住屋問題很重要 但是香港的土地資源 是不是真的有所謂缺乏土地呢 政府官方的說法一直都有這麼說 香港不是缺乏土地 自己新政府也這麼說 重奪了土地的控制權 今年還說有幾百公頃的重地會拿回來 然後現在又說搞個北部都匯區 然後又有所謂大灣區的一個發展 人口連續三年又下降 交易州的填海就說有第三個核心商業地區 CBD 但是現在第二個CBD 就是在這個啟德 啟德用地那裏似乎都不清不楚 這個啟德一塊地 最近都拿來做簡約公屋 一做就做七年 七年之後 是不是說得好死 一定拿回來發展第二個CBD 政府其實都不是說得很清楚 長遠來說 香港那個土地經濟發展 商下的那個要求 還有沒有所謂CBD那個需求 第二個第三個呢 這個其實很多人其實都有問 就是很有疑問 這個5800億的填海 至少政府其實要再解釋得清楚一些 上屆林鄭月娥政府土地問題 就搞了一個土地大辯論 最終雖然那個拍板明日大月相當爭議 但是至少就做了很多的一些的諮詢 團體大大小小有機會去說一下 這一屆的政府 以結果為目標 對那些諮詢 最近就了一些諮詢 都很多的一些討論 其實是默默地是改變了過去的一些 諮詢的做法 公眾參與 程序等等的看法其實跟上屆政府 可以這樣說 有180度的轉變 很不同的一些的做法 現在的做法就是 精力就放了在打宣傳戰 打所謂的民意戰那裡 都不是直接 具體 找你一起談 坐下談 那個年代 林鄭自己走了去那時候的天星碼頭 跟那些環傳對話 不知還有沒有這樣的日子 發展局就叫人理性討論 所以其實都是十分諷刺 做的出來其實就一點都不理性 理性討論可以怎樣呢 發展局自己都說了 有成功例子 全球有哪些成功的例子 香港交以洲 交以洲這個填海計劃 為什麼會覺得有信心是一個成功的例子呢 香港當然很多地方都是填出來的 這個是幾十年前 好幾十年前的情況 現在是不是還是這樣呢 都可以是成功的例子 最近有一個填海很大的項目 機場三跑過千億 那條三跑現在什麼情況呢 大家都是有目共睹 還在說將來會和大灣區 加強很多的聯繫 香港那個機場三跑 什麼了呢 如果不回答這些問題 那只是扣帽子 不適合的就說危言聳聽歪論 社會上都已經出現了一些跡象 就是在抹黑一些環保團體 那政治上就已經看到了 真的不同的聲音都很難 就是越來越難出到來 政策上一些發展學夢上 是不是都不容許一些人 挑戰政府的決定呢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呢 政府犯錯那個機會就重大了 那到時會不會 若干年後發覺這個真是賭錢落海 到時那個政府呢 又好像最近這個副政務司長卓永興 說到一些左階問題這樣說 那他怎麼說呢 他說 你申訴專員公署那個 是在說上屆政府之前的事情 現在這個政府就不是這樣的了 到時會不會又是這樣呢 不關他事 今天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